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叫蘇國彪 我住的老家就在隔壁鄉 隔壁村鎮 坑子村 現在改成村子裡 那我小時候很小 三四歲就跟著爸爸 跟著哥哥去放牛 家裡又跟著一家多地 那我們小時候都沒有玩具可以玩 我們就做了很多的玩具 我爺爺 我爸爸 我哥哥他們就教我們 那小時候我也很喜歡養白蚊鳥 白蚊鳥需要鳥窩 鳥窩就可以延伸做出來很多東西 像這個帽子 就是由鳥窩演變出來的 那鄉下有很多的題材 譬如說月桃葉 芒草 還有很多竹葉 香絲樹葉 我們都可以把它拿來用 拿來做玩具 那我們隔壁村裡也有產很多的貴竹 貴竹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竹編 那我小時候 爸爸看我們很好動 他就教我們做草刀 因為家裡有種幾分一甲多的地 那我們就用稻草編了很多的東西 這些東西以前的人都會 但是現在已經漸漸看不到了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正在找很認真的校長 很認真的學校 很認真的農會 我們正在推廣這個 石頭槍 我們放一粒石頭 彈出去石頭槍 這個不會彈得很遠 也不會受傷 這個是橘子皮 蓮花槍 我們只要把這個 它有橡皮筋 拉起來 這個已經很少見了 這個我們取名為風火輪 取名為風火輪 我們看到人家賣番薯 但是它咬的不是我這種 但是我這種可以取它的那種 這個是麥芽谷 以前我聽到這個聲音 就會跟我爸爸說 爸爸 給我五角 我就買麥芽糖來吃 吃了以後又不會去漱口 所以現在是滿嘴筋牙 這是一隻玩具 一隻玩具要把這個袋子取出來 一隻玩具 仙人開手 以前我們住鄉下 人口沒有很多 走夜路常常會很害怕 我們就找個東西陪伴我們 這些都是用櫃族做的 那這個叫鐵罐車 鐵罐車我們可以在地上推 這一個鐵罐車 在七十幾年的時候老師有參加 老師有參加那個環保的科學展 全國的參加比賽 那我們用的是很大很大 最大號的牛奶罐 把它做成一個鐵罐車 那我們的名稱叫做 環保牌壓路機 結果獲得第一名 這個是民國好像七十八年的時候 那這裡有椰子葉做的 人家說粽子 那這個是用零頭葉做的 零頭葉 零頭葉做了飛機 那還有芒草 這芒草可以做成鈴鐺 我們叫鈴鐺 可以用來收經 我去請教了這個收經的專家 那我來一段收經 收經的人他會用紅布把眼睛照起來 他就照起來以後就是開始唸了 那芒草 這是芒草做的 芒草還可以做很多東西 譬如說這是三角旗跟四方旗 飛鳥 飛鳥 很多人說 蘇老師你真的有兩把刷 我說我有三把 你看看我有三把刷 芒草還可以做成這個雨傘 一支絲瓜糯做的東西 我們鄉下種很多的絲瓜 鄉下的人 絲瓜採集的時候 天天有絲瓜可以吃 這個絲瓜糯就用來洗碗 洗碗 那以前你用來做成簡單的 像魚 簡單的動物 那以前用縫的 用線來慢慢縫 做的也不太好看 那麼現在用的是熱熔膠 可以擰得比較紮實 這裡有一隻鴨 鵝啊是鴨 這裡有猴子是母子青生 這小孩很調皮在這裡吃香蕉 他又生一個小孩用手抱著 猴子真的很像人 你看抱著緊緊的 那絲瓜糯也可以做成帽子 絲瓜糯做成帽子 絲瓜糯做成龍 我們十二生肖還有其他很多動物 我們都已經完成了 有一二十種 完成了 那也可以做成女生的帽子 還有蝴蝶結 男生戴也相當好看 這是用稻草做的馬 這個適合國中以上比較會做 小學生稍微有點難度 一匹馬 這是小朋友最喜歡的 四年級以上都可以做 小時候我爸爸做給我的時候 我都把它插在這裡面 好像是一個瑕士 我就抽出來 撒 一直抽一直抽 抽到晚上都不敢洗澡 因為磨破皮了 這會一直抽 小孩子都一直玩到晚上才知道痛 這是後來又改的短刀 經科刺禽王 就是經科刺禽王 他刺到那個柱子 柱子很不容易 他還刺進去 你看那個多有力量 這個在客家人 他還說是茶壽 我們把茶放在裡面 把茶放在裡面蓋起來 這樣可以保溫 那現在保溫是很快 保溫瓶很快 這是老式的 我們把它做大一點 把茶壺放在裡面蓋起來 這樣可以保溫半天 還熱熱的 那這個是貓窩 狗有狗燒 狗有狗燒 狗也有狗燒 狗有狗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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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在台灣很少見 我們在小時候 我們在小時候 就做的 當然沒有現在真心細 就是把貓 當貓他自己會跑進去 在裡面睡覺 這是尿燒 貓窩 貓屋 那還有一個 這是垂垂棒 我們老年人腰痠背痛 挺舒服的 這挺舒服的 看你要敲尖 還是敲脖子 敲背背 很舒服 不會受傷 這是稻草 我們看到很多民俗義師 他們做得很精神 很漂亮 但那個可以學的人 畢竟是少數 有那個會歌的人 可能也不多 那我做的都是很簡單 常常看到的 可以推廣的 那我介紹一下 這個搖籃是 應該是閩南市的 很多小孩子就睡這種搖籃 這是收小版 收小版的搖籃 那這是客家人用的菜籃 像我岳父 我岳母就是客家人 駐觀音鄉 她教我做這個籃子 是屬於客家菜籃 可以放肥皂 做大一點可以放菜 那閩南市的菜籃就是這樣子 閩南市的菜籃 這是牛脆籃 牛要耕田的時候 她會想吃東西 會吃羊苗 那我們用個嘴把它照起來 她就不會吃 這個叫牛脆籃 那這是竹夫人 以前沒有冷氣 沒有電扇 以前我們還點油燈 晚上很熱 我們就在庭院裡面 山涼了 山涼了進去睡 我們做一個常常的 叫竹夫人 這個竹子涼涼的 叫竹夫人 那這是扇子 扇子就是在四五十年前 還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扇子三樑 三樑竹扇 這是飯雷 飯雷就是以前大鍋飯 大鍋飯不像現在的電鍋 大鍋飯就是你要撈的時候 那個叫飯雷 飯雷 那這裡有竹婉 楊妹妹 楊伯伯 後來漸漸長大了 我們這個愛漂亮 可以憋在頭上 蝴蝶 蝴蝶帶來福氣 看到女生可以當兇身 這個別在頭上 當法師也不錯 這是足球 這小孩子用丟的 我丟給你 這是足球 這是甘霧 甘霧 甘霧就是我們要做粿 做粿做粿做紅菇做菜包 暖粿就是甘霧 有人說甘霧 有人說甘霧 這是小孩子的玩具 龍球 龍球 這三粒 用竹子做的球 這是蝴蝶 蝴蝶就是插樣的時候 插樣的時候我們用來裝那個央苗的蝴蝶 這是甘霧 甘霧 做大一點 把雞 結婚的時候把雞放在裡面 謝謝蘇國標老師 退而不休 在他把畢生 尤其從他童年很多 這個很美好的這樣的一個童腕的經驗 然後結合到他後來在教學的生涯 我們學校的這個熱鈴童腕的課程 也是我們祖孫課程的一個系列活動 每年我們都會邀請蘇老師 帶給我們的小朋友 不管是他取材生活當中的一些瓶瓶罐罐 或者是一些他我們生活當中的稻草 或者是我們爐足最多的爐尾 那在他信手年來就可以發想出很多很有趣的玩具 那我們的孩子也很崇拜他 每年都很期待這個課程 那我們希望這樣已經快要流失在我們生活當中的這樣的一個 很珍貴的這樣的童年的記憶 藉由老師的帶動 然後帶到我們的社區 帶到我們的學生 然後給孩子在這個童征的這個生活經驗當中 有很好很好的一個發想 也能夠藉由這樣環保的一個議題 讓我們生活當中的每一項小東西都變成很珍貴